连大名鼎鼎的火影忍者都得从这部动画取材 可想而知今天我要讲的这部动画是有多么牛逼 它可以称为忍者题材的开山之作 美女忍者 拐忍者 应有即有 贾赫 人法铁 公年1615年 德川的大寓所德川加康 召集了贾赫组头领贾赫症 和一赫组头领阿焕 一赫和贾赫两大家族 本是长达400年之久的宿敌 这天德川加康宣布 那两家族各排出十名忍者进行生死决战 最终也拿到卷走的为圣子 胜利的家族可想实验浓露 并以此来决定下一代德康将军的启程人 本来阿焕和谭正期望的是养族和解 线下还是逃不过战端 这不禁当阿焕和谭正无奈回忆起了从前 公元前1582年 那时的阿焕和谭正是恋人 恶人的愿望就是养族能够和解 还有他们能够成婚 可是恶人在要公开的前天 直连信账带兵突袭一赫一族 一赫伤亡惨重 深情的贾赫要带着阿焕逃走 结果这时贾赫的人乃乐 原来贾赫的人在谭正不知情的时候 开始对一赫一族赶尽杀绝 阿焕以为谭正骗了他 恶人便开始相爱相杀 回到现在交谈之时 谭正突然对阿焕设出迎针 在谭正以为阿焕死掉时 阿焕绝地反击 两人同归于尽 两居尸体还相拥着 现如今的贾赫继承人贾赫贤之剑 和一赫继承人一赫龙 也像当初阿焕坦证一样处于乐恋 二人认为两座横目相处 指日可待 可这贾赫的帐柱 截了阿焕送回去的卷轴 一赫的小豆腊斋 看见了变态枪卷轴 帐柱宛如气球一样 身体收放自如免于物理攻击 而小豆腊斋 这手脚伸缩自如力量巨大 两人不相上下 结果正好碰见了 要送龙回去的贤之介 还有来迎接龙的猪娟等人 贤之介把帐柱想的卷轴还给了龙 结果主权他们看后 乐情地邀请贤之介去一赫游玩 看了这份卷轴 一赫的天扇等人很高兴 终于可以开打了 他们早就不满了很久 天扇他们准备先去解贾赫的风带将剑 因为他持有名单卷轴 在取材的路上 他们碰见了贾赫的地中石兵卫 地中石兵卫的能力是占卜 天扇得知后十分大意地要自己去处理它 结果被石兵卫的侯中剑以击毙命 这是石兵卫唯一的自保密集 而一赫的衰恋鬼 萤火还有小多大斋 进一步找到风带将剑 但是三能被风带将剑那连心无比强力地弹 给孔志的身体动弹不得 风带将剑瞬间得益无比 但而这时萤火管中解除了孔志 闹使出了幻术 衰恋鬼毛发像他手一样控制刺卢 他用头发肿伤了风带将剑 而萤火也有一个未婚夫 每一次战斗 他都忍不住担心爱人也差完了安危 但是风带将剑死时 把卷轴扔给了在暗处的石兵卫 石兵卫用他的腹部迅速逃走 可在路上却又被复活的天扇解了 他被劈成了两半 现在贾鹅还剩下七个人 痴情的羽叶和猪娟在一盒里面 招待闲之戒和战柱 恶伦忍不住下手试探 猪娟先向战柱出手 他能够毛孔放血制造血雾 但是他的刀剑对战柱无用 不将上下石 龙敢来阻止恶伦 而羽叶遇到盐能够融化 他变成了液体想要去刺杀险之戒 可是被险之戒识破没下手 龙发现后责备他 龙的眼睛能识破所有的冷树 被龙破了冷树的羽叶十分需求水 没水他却会死 他扒到石兵边被战柱抓到 战柱从他口中得知了真相 结果这时战柱大意了 竟被羽叶给杀了 贾鹤堤地内 棒马 银扬 他们担心险之戒的安危 卢越左门卫便派妹妹胡怡前去医鹤 这时 棒马感受到百里外的脚步和杀意 他们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天神无人以为可以出其不意地达到 生于几人 但是 一进贾鹤就被黑衣人包围 贾鹤还是伤亡惨重 棒马招出来阻止 天神他们最后被迫离开 在路上碰见了狐疑 衰猎鬼立刻对他出手 把他打晕了 之前夜叉玩的卷轴被将剑抢走了 他十分自责和担忧 以和的安危 更加担心未婚妻营货 他在途中被假扮天神的左门卫 于是夜叉玩想要拿他性命弥补措施 但是被藏尾墙中的刑部偷袭 活活给掐死了 随后 左门卫用他的忍术 已融成了夜叉玩的模样 打算前路一鹤 救出险制剑 天神无人回到了一鹤 由小豆大斋对狐疑进行问心 本想问出其他忍者的忍术 可是 小豆大斋最大意地触碰到了狐疑的身体 然后被吸干精血而死 随后 鱼也到了这里找小豆大斋 被狐疑色诱 在差点被吸干时 碰到了盐 鹅龙花逃走 就在以为安全时 谁知帅恋鬼来了 两人一妈打起来 帅恋鬼全身几乎腹毛 狐疑完全被他克制 他被帅恋鬼的毛发 传逗全身而奄奄一息时 假扮成夜叉玩的左门卫来了 他呼吸沉重地跪在妹妹身边 彼此用暗语交流 进行最后的分别 龙从天神那得知一切的时候 他不允许自相残杀 紧张地去找狐疑时 无意间和左门卫对视 左门卫一龙树被破了 此时他被包围 只要把卷轴扔给外面潜伏的刑部 刑部把卷轴交给了贤之介 贤之介沉默地指说回甲鹤 带着天神着急的妈堵住他们 首先出手四个人 贤之介使出童树 瞬间控制了四人的精神 让他们自相残杀 天神明白 唯一能够对抗这童树的 只有龙的破坏业 于是他让龙的青梅足骂小四郎出手 对抗贤之介 小四郎的旋风连诱 一旦实现便无可破解 一旁的龙担心坏了 搓手助治 天神让龙和小四郎合理击杀他 但是龙不肯 最终小四郎被中伤 天神等人要求龙对抗贾赫 只有他的破坏也能够拯救一鹤 可是龙却自封双目七天 在闲之介安全回到贾赫后 决定带领剩余的人去德川府问个明白 并通知一鹤可以追杀 他们奉陪到底 被恨蒙蔽的天神 立马带大家追杀 艳阳十分地爱慕闲之介 而既恨龙 这天夜晚 艳阳暗按赖不住爱慕 跑去抱住了贤之介 一样的冷数就是 只要触碰他的身体 就会中毒二死 贤之介惊险推开他 让他去杀一鹤的蓝人 这时 迎我的毒蛇偷袭 贤之介的眼睛被毒蛇 突出的液体封住了 像龙一样 谁知衰恋龟 想独自去取贤之介和暴马的性命 来戳戳天上的威风 可是没想到 却被对方的人给杀死了 迎我对左门卫杀死叶叉丸 并嘲笑他 而怀恨在心 于是迎来左门卫 与他拼命 可是 他中了标 只能先逃 回想起和夜叉丸的美好回忆 迎我不甘心 可是 却无人为力 在度过悬崖边时 左门卫一龙城 衰恋鬼的模样 与他会合 并说只剩下左门卫 一个漏网之余了 迎我信了 正愤恨时 却看到左门卫的伤 而识破了他 两人打斗一番 迎我中箭 死前还喊着夜叉丸 醉鸭后 变成了无数蝴蝶 飞走了 之后 天善他们乘船 继续追赶 在船上 龙标签出对闲之界的思念 愈发激烈 天善觉得不妙 为了让他新奇 天善竟然想侵犯他 让他成为妻子 幸好中途 藏在暗处的刑部 趁他没防备 掐死了天善 而雨夜也发觉了刑部的存在 以为恐惧地到处找他 结果被他登进的 都是沿在海里 浓化美乐 而天善是不死之身 已经活了两百年了 他很快就复活了 刑部的父亲为伊和伦所杀 所以他怨恨其身 当时父亲悉心叫到他 北战和他安静地生活下去 没想到却被暗杀了 他与天善对战时 捂杀了一个小孩的父亲 看着小孩的痛哭 刑部痛苦的回忆都被唤醒 这时他大意地被猪君和天善 联手杀死了 很久以前 小时候龙边和贤之介见过一次 两人相互倾心按摩 因为可爱的龙 让贤之介很是期待 可惜王日的美好依稀破灭 天善利用老鹰咸的群肘的方法 迎开了左门位和炎阳 他看见贤之介眼睛被封时得一万分 现在双方付出了惨重代价 贤之介只想解开双方的怨恨枷锁 可是天善不肯罢休 被暴霸的眼睛控制而自尽 小四郎和天善一起去的 猪君担心极了 他爱慕着小四郎 可是小四郎爱慕着龙 小四郎的双眼被贤之介废掉以后 猪君起了怨恨 他认为只有杀了贤之介 龙才能跟他在一起 在小四郎独自去找他们 宝马决定留下来和他对抗 宝马其实是贤之介的师父 所以两人拥有一样的童树 小四郎看不见 宝马的童树对他无效 所以宝马很快就被他给杀了 宝马临死前怀念的是 当初教导贤之介的优先日子 贤之介感应到宝马的死又回头了 而炎阳夹扮成猪君 保住了小四郎 脑组门位模仿猪君的声音 导致小四郎会毒死 这时他们遇见了竞选德川继承人的 一鹤方的奴木阿福 阿福为了自家的少爷 准备保护二人前往德川府 随着左门位一龙成天善的模样 告诉猪娟是炎阳杀死了小四郎 于是猪娟要去找他复仇 猪娟对龙忠心耿耿 他也带上了龙和贤之介的定情信物前去 而结果自然是猪娟 也被炎阳和左门位合计杀死了 难道最大的霍端天善又复活了 他们找到了左门位 在桥上杀死了左门位 还告诉了他自己不死之身的秘书 炎阳以为一鹤只剩下龙了 于是他决定独自去杀死龙 他以为现在在龙身边的十左门位 假扮了天善 难道天善就在等待着他上钩 可是炎阳找到天善时 天善被其美貌诱惑到而侵犯他 因为炎阳得知了他是真正的天善 便毒死了他 可是炎阳立马被阿福手下给捉了 龙留下了他的性命 但是炎阳依旧想要杀龙 夜里他毒死了守卫 要刺杀龙时被复活的天善生起了 天善放出告示 逼贤之戒出来救炎阳 天善在谬里对炎阳施以酷刑 残脚生树里 龙听不下去了 跑去求他放过炎阳 可是天善毫无忍性 他还想侵犯龙取乐 这时贤之戒终于来了 难道贤之戒看不见 剑术更是不敌天善 可虽然不敌 但是贤之戒以身体为恶 故意让天善刺中 然后割下了他的头颅 贤之戒让龙拿起剑 进行最后的对决 这时他才知道龙子风双目的事情 一般还活着的炎阳痛苦地 让贤之戒杀了龙 可是贤之戒抱起他要走 结果却被毒晕 炎阳想要跟他同归预警时 龙的眼睛解封 截掉炎阳的毒 炎阳就这样也死去了 可是谁知道阿富在这时带人过来 于是龙急忙把贤之戒藏了起来 两人信心相惜地抱在一起哭泣 然后阿富让人把天善的头放回脖子上 天善要复活时 龙用他的破坏眼破解了天善的复活 他彻底地死了 南阿富宣布要让龙和贤之戒 堂堂正正地生死决战 贤之戒已经身负重伤 勉强保持清醒 二连选择在河边决战 在这决战的路上 两人的美好回忆总是奔涌而出 那些本来心存善意有趣的假贺 义和人者们 如果没有在这卷轴 两族本应该和睦相处的美好生活 但是本应该结婚的龙和贤之戒 成了两族唯一存活之人 决战时龙说了句我好喜欢你 就自杀了 这只贤之戒的眼睛刚好解封 贤之戒拿起卷轴 写下义和胜利 然后抱着心爱的龙在河中心自尽了 和龙一起随着河流而去 两人相信 如果是同一个灵魂 必定会相互吸引 不管多久以后也会相遇 啊哈 有多少人记住了影片的人物呢 我知道看完后你一定多少带点懵逼 懵逼树上懵逼果 懵逼树下你和我 懵逼树下排排座 一连一个蒙逼过 谁在自己观影时 可能就比较不会这样 贾赫人发帖作为一部具有传奇性的神作 他无论在画风还是剧情 都是强的一批 以至于很多人看完 更多记住的是人发 或者他充满暴力美学的画面感 对人物的塑造会相对稍微稍微薄弱那么一点 但是如果从大局观上来讲述 他的人物塑造也是堪称完美 因为贾赫的残酷不在于画面的暴力血腥 更多是这群身外绝气的人者 在将军面前也不过是父子的棋子 即便强弱他们 也无法自己选择人生和爱情 每一次出征 胜利的大多数都是幕后人 将军享受伦华富贵 而这群星子在黑暗中的忍者 则是玩弩 不存在一般 而说到忍者 其实观众更多想到的是火影忍者 贾赫人发帖的名声虽然不小 但是在这部也许你死了 都还没有停更的打系列下 根本不值一提 但贾赫可以说是忍者题材的开山鼻祖 火影更多的是代表信仰和羁绊 但对于行走于黑暗中的忍者 你相信队友就是在体检送命 贾赫所描述的剧情 就是建立在一个真正忍者时代 而忍者太多怎么办 其实如果你现在还处于懵逼 你只好需要记住 开局二十人 最后剩两人 然后忍无 这就是一场棋子之间的博弈 也许这二十人都很强 但说句真心话 在那个时代 可有可无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各位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